还是有在增加 所以很多家长都是会担心 明年会在1月20号 根据那个原定的计划开学吗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这个决定还是 Stand Stay 除非有特别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说 目前我们不要去speculate 因为未来谁知道 但是呢 在教育上呢 我们都希望说要 尽早让孩子们回去学校 除非真的是 逼不得已 有特别什么 严重的什么东西 那我们不知道 希望没有了 那么呢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 回去学校上课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这个面对面的教学 和线上的教学呢 可以说线上教学 但是没有办法取代 面对面的教学 的沟通方面 的学习的那个效果 啊 方面 感谢观看